來 鄉親 如果繼續來看 新地科學航空 建立上下班就開車 這車車開車一點前 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這裡出現的在地人 跟上班做都很困擾 說到這點 最快 後來開始 要來刺行到大型上下班的制度 看是不是可以來解決到 航空航空的問題 剛才上班 攏台車 搭乎一點鐘也未到公司 這是要通過特殊航空的車路 為了解決航空航空的問題 方向台積電 早在過年 就占對上班時間做議員的調查 也檢控原工接送兒子的需要 並且在開工這兩天上 原工的新存在 但是上班的中央部分的 航空開始做 上班時間分做7點半 8點半到9點半三的時段 靠著吃飯到效果的時間1點鐘 做半個8點鐘最早4點半 就能下班 各位最快的一月份 在補分的唱歌對於時事 那是效果不錯 會在半年後全面時事 小孩上下課接送需求的員工 也可以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兼顧到生活跟事業 那另外有些可能是 因應國外客戶的一個 作息時間來實施 最重要還是可以解決這個像一些 交通的通勤塞車的這個問題 就希望說 單身的上下班是真的可以解割 他車的問題 因為得庫的重點人員 一天總共17萬人 不過他車的情形是有夠嚴重 像由北北塞車到得庫 費上下班的時間只有15分鐘 上下班時間要1點鐘的時間 第一個台積電說是龍頭也可以 另外就是他公司夠大 他的人數夠多 所以他去做的話的效率會 效果會比較大 尖對這點台積電表示說 上次的時期內容就在等人數部門 整個月後公佈才能對多歲明 又說新界度的時期 可以帶來新起床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